我们接着来看看这个叫天文距离单位 这当第13招 天文距离单位这个地方也有蛮多的考题在不断的出现 只不过考这些都是比较基本的 天文单位的话 由大到小 依序越写出来越前面的是越大的 这叫做秒差距 这叫秒差距 所以第一个叫秒差距 这给大家补充一下下 秒差距的话在国中应该是当做参考用 那如果未来上了高中大学会有一个叫绝对新等 也就是说我们把十个秒差距 用十个秒差距 来判别这颗星摆在那个位置 就是固定那个位置 那它的亮度就叫绝对亮度 亮的就是亮暗的就是暗 但是其他的不见得 那叫适亮度 就像太阳其实在宇宙中是一个能量不多的一个恒星 但是我们看起来太阳就是最亮的 因为它最靠近 所以我们如果把它拉到同样的距离来看 那亮的就是亮暗的就是暗 叫绝对新等 所以新等是把恒星在十个秒差距 来去观察它的亮度 这时候我们称它叫做绝对新等 我们称这个叫绝对新等 那这叫秒差距 那一秒差距呢 一秒差距多少 3.26光年 这大约记起来它的一个换算式就OK了 一秒差距大约是3.26光年 那第二个的话呢 比较小一点的单位 我们称它叫光年 叫光年 光走一年所行的距离 我们称它叫光年 光走一年所行的距离 我们称它叫光年 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啊 就3乘以10的5次方 kmSEC啊 这是呢 它的速度哦 也代表一秒钟到地球七圈半 一秒钟到地球七圈半 哇好夸张耶 你知道吗 我们拿手有没有 这样一圈 都超过一秒了啊 它就一秒钟 而且是到地球耶 七圈半耶 所以这速度是非常快的 光速是非常快的 所以光年算是一个满大的距离单位 注意光年光年 很多人会误以为 光年光年有一个年啊 就误以为有一个年就误以为 它就是呢 所谓的实践单位 错 光年最常考出来的 这包括不是只有这个升学考试哦 包括高普考 我们说地球科学 也是在这个共同科目里面占40分哦 虽然在这个高普考里面也曾经考过哦 哦 它把它误以为是时间单位 错 它绝对不是时间单位哦 绝对不是时间单位哦 它绝对不是时间单位哦 它绝对不是时间单位 这个是常考的题目 绝对不是时间单位 绝不是时间单位哦 再来第三个呢 我们称它叫AU 大写的AU 大写的AU 不是AV啦 AV是你喜欢看的啦 AU 简称叫AU 它是一个长度单位 是距离单位 代表地球跟太阳的距离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太阳 第一颗 第二颗 第三颗 第四颗 点点点下去 有没有 我们地球在这里 地球在这里 假设这一颗是地球 用太阳到地球之间的距离 我们称它叫AU 你敢听哦 我们称它叫AU 就以日地间的距离来表示 那 敏黄星的话 距离是10个AU 所以它的直径才会变成80个AU 木星的话 距离太阳大概是5个AU 那 月球距离 0.0 这不用记 这大概知道就可以 大概知道就可以 水星0.4 金星0.7 你不用跟老师一样 都把它记起来 那 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公里 公里的话 地球跟月球 38万公里 这是基本的数据 基本数据 这样子OK 来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下一个 来 来 欧老师小丁礼里面 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一下 再加上一个换算的一个数据就OK了 换算数据 一天文单位大概是这个呢 以5000万公里平均大约 那一秒差距是大概是3.26光年 那再来包括呢 这一个 这一个一光年是多少个天文单位 这大概是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现在目前考试的话呢 应该都会把这一些换算的 如果他要你用数学换算 也就是说 跨科 跨领域 他就会把数学的算式给你 这些不用背 他一定会在旁边附助给你去换算 这样懂了吗 这样懂吗 也曾经考过这种考题 再来我们看看第六十题的地方 第六十题的地方 六十题的地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六十题他说 在这一个秋季的夜空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叫做飞马座的一个大四边形 飞马座大四边形 其中有包括XY两颗恒星 那如图实物所是 那不用害怕 比如说这什么 我都没有听过呢 他其实不是要考你那个东西 他是要考你他的判别依据 已经知道呢 X的星距离地球是335个光年 Y距离地球的话呢 是140光年 有没有看到 这109年考的 所以问你何者是合理的吗 何者是合理的吗 那第一个 他说Y是140光年 所以呢 发出了光到地球 要花140年 不是天 所以这个答案是错了 光年光年光着一年何距离吗 所有看到的这些天文讯息 都是过去式 都是过去式 那再来 XY呢 它跟太阳系 这位于不同的星系当中 如果会被看到 它这应该是在同一个星系当中的 所以这也不对 这个也错了 再来呢 它的X光发出的光 比Y更快 更快 更快 XY不会更快 因为到达地球 它要335年 一个要140年 所以不会更快到达地球 而且他们传递速度是一模一样的 是以光速来传递 那现在观察的X星是 335年前发生的状况 对的 因为所有发生的事情是过去式 所以这个是对的 答案选猪 所以刚才老师已经跟你讲过了 这种考题会考你 这种考题会考你 所以答案选的是猪 答案选的是猪 这样听懂意思没有 不用担心 这东西的话呢 有很多考题不断的重複出现 那这就是命题的焦点 就命题的焦点 那即使呢 它现在改变了108课纲 可是主着就在这里 主着就在这里而已 来我们看到61题 61题他说 荣荣发明了一艘 可以以光速前进的太空船 哇好棒哦 这也是我们目前 现在科学上要来进行的 只是说这些光速的话 其实会让我们的这些太空船的 包括外壳里面的仪器都会失常 所以这是不太可能的 只是说我们假想 假想 有一个以光速前进的太空船 那有四颗星 跟地球的距离 没有 他说跟地球距离 25 1.7光年 这是超人星跟凯蒂星 那另外两个是以天文单位而已 2.2 所以这两个是比较接近的 比较接近的 那荣荣想要搭太空船 从地球出发 一个小时能够到达的 光年的都不行 光年的都不行 那AU行不行 来旁边有数据给你看到没有 换算的时候数据就给你了 换算的时候数据就给你了 所以在这里过行中里面 你看到没有 天文单位 他说地球到太阳距离 约500秒 所以AU的是可以的 因为一小时60分 乘以60秒 有没有 那就3600秒 所以只要是AU的是OK 但是光年的是不行的 所以这边的话 AU的是这个叫做宝贝星跟小蜜星 所以宝贝星跟小蜜星 所以答案选择是B选项了 这样听懂意思没 考的就是第一个过去式 第二个 所有天文现在都是过去式 第二个考你就是距离的部分 那这个是曾经考过 这样子的一个提醒 再来我们看来第62题 有关于恒星叙述 问你何者错误的 我们选错的 第一个恒星主要是成分 是氢跟氦 对 没错 因为它必须要把四个氢 融合成一个氦 这就是它本身进行的 和融合反应 所以这个是对的 这是对的 可是我们选错的 第二个夜更中闪烁的 大部分是恒星 对的一山亮晶晶 有没有 都是满天都是小星星 这些是恒星 这是对的 不能选 天文上使用光源 代表是发亮的程度 来我错过 不对 这不对 所以错在这里 错在这里 所以容易考你的是什么 光源是发亮程度 不是啦 星等才是 发亮的程度 是用这个调式叫做 星等 星等 那恒星所发出的光源 那是来自于内部的合同 这也对的 所以这一题答案 很明显的选息 选息 那这边也有它的详解 你可以看一下下 光源是距离单位 不是发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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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要特别记住 它除了不是发亮单位 也不是时间单位 光源也不是时间单位 不是时间单位 它不是时间单位 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